歡迎回到這部新聞 中國大陸快速解封之後 把人送出國 把各國都給嚇到風 有幾個陰謀 第一個是說 中國想要拚人人快速養過 所以經濟可以 比較快速度的復蘇 另外一個還有可能暗藏的是 中國現在各地好多異議分子 要派人去抓 把人送出去幹嘛呢 去用秘密警察監控這些異議分子 我想問一下中伯哥 我們先聊一下 目前大陸最新的疫情狀況 究竟怎麼樣 那我們先來看 當你發現這些醫療量不夠的時候 民眾就會恐慌 民眾恐慌就會開始搶 搶物資 尤其就是藥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這畫面是有個大媽 她跑到藥局去 她要搶什麼 她要搶普拿疼 她要搶止痛藥 她搶退燒藥 她搶以西安芬 她要搶搶搶搶到那個 我們藥局的人跟她出來講說 妳不能自己進來 妳要經過我這邊同意 而且妳要的藥也不一定有 結果大媽說 我不管我就是藥我就是藥 你看還把人家的貨架推倒 打那個醫護人員 為了要搶藥 什麼時候幹得出來 應該講說 他們這個大媽也是女孩子 也不惜都跟人家起肢體衝突 這個最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 來 我們就曉得 輝瑞有一款 對於新冠肺炎的用藥 叫做Paslovide 台灣也有 它其實一個療程 大概原價是25塊美金 折二台幣大概七八百塊 對 你知道現在中國大陸 不是一個療程 是一盒 一盒 含到多少嗎 六萬六台幣 一盒六萬六 你對比我剛剛說一個療程 本來只要八百塊的話 這是長了幾倍 天價 據說現在成為大陸 最受歡迎的耶誕交換禮物 拿到多開心 以前他們過年的時候 交換禮物也好 或是過年送禮 就是貴州茅台 對 現在是輝瑞肺炎藥 代表我們一起扛過槍 捅過窗 現在竟然是受Paslovide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不是只有在中國大陸境內 自己他們要囤藥掃貨 來化解他們的恐慌 掃貨掃到日本去 北到北海道 南到墨爾本 我跟各位講多誇張 你知道這個在北海道 就民眾提供熱心提供的照片 所以你看 藥局裡頭 直接就寫中文說限購兩盒 但你限購兩盒沒有用 去日本都很愛買 我剛說了 我告訴你 只要是趕慢要退燒藥 只痛要以西安分 還是說跟任何肺炎 發炎 通通都包 通通都買 那他說限購兩盒沒有用 那你一天限購兩盒 我就每天來 我來十天我有二十盒 好 所以他們現在呢 有沒有 全部清空 我們再來看到 還有一個叫南到墨爾本 你知道在墨爾本就有藥局 他直接貼出 就說我本藥局限購一盒 可是你其實看 澳洲人又不說中文 你貼中文幹嘛 給中國人看的 他的藥局老闆講 我就是寫給中國人看 因為中國人在搶 新加坡他現在很多這個 寄包裹到國外的櫃台都爆滿 寄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的親朋好友 要趕快買這些我剛才所說的藥 寄到中國大陸的親朋好友 他們需要用藥 好 那我剛說的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傳出來的陰謀論 認為中國大陸突然無預警式的 躺平式解封 其實還有一個目的 是為了要讓能夠有更多的特空 派到他們競爭的國家 去成立所謂的海外警察局 有證據嗎 我告訴你 這個是一個蠻權威的單位說的 叫做保護衛士 保護會是一個國際人權組織 我們先來看 他對於中國的指控是什麼 他說其實中國大陸的警方公安單位 他們曾經在這十幾年來 秘密的在全球 53國設立102個海外警察局 也叫秘密警察局 還有網友暱稱說 這不就有點像是明朝的 東廠警衣衛嗎 或者是藝人士口中所說的特工 好 負責勸反中國民眾 並且對海外僑民 甚至華人進行恐嚇和監視 好 我們來看這張地圖 你會發現 好巧 他所放的海外警察局 秘密警察局 都是針對對中國大陸 崛起有威脅的國家 美國家的 然後巴西 阿根廷 智利都是大國 小國他還不理 你去看歐洲 那歐洲他全部都有威脅 再來我們來看 在非洲 地大物博怎麼辦 沒關係 我東邊設一個 西邊設一個 我東西這樣子互相呼應 整個歐洲我顧起來 大家來看這邊更妙 你看 土耳其中東地區 然後蒙古帝國對不對 也要派秘密警察 大家有沒有發現有個地方沒有 俄羅斯空空蕩蕩的沒有 好朋友 對 朝鮮也沒有 然後東南亞就放在柬埔寨 日本 全日本都有 不過有一個地方他應該要放 就是南韓 對 可是為什麼南韓也沒有呢 對啊 南韓看起來是白色的 南韓不是沒有 南韓有 但南韓政府把他掃了 把他砍了 好 這就是保護衛士 他去告訴南韓 說你們境內有一個餐廳 其實是中國大陸的秘密警察局 餐廳居然是秘密警察局 代表說他們這些秘密警察據點 都是藏在你可能不會發現的場所囉 你講得對 好 一定要有所掩護 這個餐廳在哪 就在這兒 很正常啊 水岸餐廳啊 對 水岸餐廳就在漢江旁邊 你想想看 2017年 它就開在首爾首都 首爾的漢江旁 那你就會覺得 這感覺好像有點像是 我們去澳門的時候 去香港的時候 不是會看到那個嗎 對不對 珍寶 珍寶餐廳 那不錯啊 你覺得不錯啊 但是去吃過的南韓人 覺得吃得莫名其妙 為什麼呢 他說東西很難吃 那就算了 他說裡面其實用的服務生 每個都是中國人 怪怪的 全部都講中文 我是韓國人 我走進來 你也不跟我講韓文 然後東西又不好吃 到底你是開這個餐廳 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呢 你到底葫蘆裡賣什麼藥 當然啊 人家就是掛龍頭賣狗肉啊 好不好出不重要啊 你聽不聽得懂 我講中文韓文不重要 因為我其實是秘密警察局 好 那結果在這樣的情況下 結果就被誰踢爆 就是一樣就被我們剛才講的 保護衛士踢爆 當然南韓政府自己也有去查 然後查了之後就發現 果然他就是一個 怪養童賣表肉的機構 而且還不是只從2017年就開始 其實10年前 2007年 他一開始不是開一開始之音 他一開始是先開什麼 旅行社 你說這個老闆負責人是不是 對 他們本來先開旅行社 而且他這個旅行社 就故意開在旅你南韓國會 不到500公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可以藉由這樣子 接濟你南韓國會的議員 進而影響到你南韓的政治 對 地理環境的優勢比較近 等到他茁壯了 茁壯10年之後他就來開餐廳 這個是秘密警察 秘密警察局的組織架構 就越來越完整了 可是這個餐廳的會長 叫王海軍就被人發現 你根本就不是一個 普通餐廳的老闆 你其實還做了很多的 我們所說的旗 完成他們中國大陸政府 交付他的一些秘密任務 突然出現了很妙的事了 我剛不是講嗎 人權組織把他踢爆之後 南韓政府也去抓了 你知道這間旅行社 跑得好像飛 他被踢爆之後 南韓政府就去抓 結果他被抓 在抓之前 他才剛跟房東簽了 30年的租約 我說真的一個旅行社 竟然敢跟房東簽30年租約 可見你不太像是開旅行社的 結果你抓到我 那怎麼辦 趕快就地解散 他就解散了 不租啦 他就解散了 那你如果沒有問題 你幹嘛解散呢 你們又幹嘛要通通要撤呢 好 我再來講另外一個 這讓荷蘭政府非常感冒 因為他也覺得 原來保護衛士所捉的 不是假的 這些祕密組織 這些我們講的祕密警察 這些 真的有在抓人的 對 特工 比方說像這一位 這位他叫什麼 他叫王靖渝 王靖渝是中國大陸的異議人士 但是被現在中國大陸公安列為 紅色通報 他當初做什麼事 他因為支持香港示威 所以他就被異議被通緝 然後他後來得到了 荷蘭政府的政治庇護 這樣大家知道來龍去賣了吧 好 他就講 他說我現在在荷蘭 常常會接到一些電話 對方打來就說 我是海外服務站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這些特工 他們都會先以一種幌子 除了開餐廳 除了開旅行社 他可能也會說 我是因為要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 服務我們在海外的華僑 提供諮詢 所以他說他是海外服務站 假裝關心提供服務跟幫忙 合理 合理 可是講沒多久 他就會開始露出馬腳 他就說我是海外服務站人員 我希望你能夠回到中國去 幫你解決問題 你要為父母著想 我們來看看他的簡訊 是怎麼寫的 王靖瑜他說 我是某某派出所的民警 限你三日內到我所自首 否則你父母沒有好下場 這根本就威脅他吧 這叫勸反 拿他父母人生安全去勸反 你誤會了 這叫勸反 不是威脅 是勸反 這叫威脅式的勸反 然後王靖瑜他還公佈了一個 自稱是中國國安人員 傳給他的簡訊 這個對話真的讓你看了 啼笑皆非 來 王靖瑜變王靖瑜 王靖瑜 我就是中共國安 我今天晚上去你家殺你 我馬上到海牙 好可怕 說這種簡訊像傻子了 王靖瑜也不怕 他就說你快點來 然後他說你報警 他就說傻比 你在哪裡 他說你不是什麼事都愛報警嗎 我懶得理你打嘴砲的比 就你還輪不到我報警抓你 還會在這邊跟你唇槍捨戰 我們想講的是什麼 我們想的就是2023年大家怕的 是可能中國大陸 因為還沒有群體免疫所造成的 新冠肺炎會出現變種病毒 結果沒想到很多西方國家真正怕的是出現了更upgrade的秘密警察